不過因為在2021年的最後一天 我也花了一點時間做一些總整理 我想先讓彭P猜猜看 因為我們大概論文門開箱 我記得第一次跟彭P連線 就是也是在這個彭 然後是4月1號 當時是彭P還在居家隔離當中 然後我們做一個連線 後來也有到了現場 到現在12月31號 整整滿9個月 彭P已經追論文門追了將近3年 那當然我們是比較晚加入的 然後但是在這9個月 每個禮拜都跟彭P在那邊連線 或是跟彭P現場一對一 我先請彭P猜猜看 我昨天整理了一下 論文門開箱真的流量 我們這個中天新聞來講 講流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我們不是跟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大直播一起雙開 就導引很多人進來 我們是單獨一個 開所謂的小直播 但是累計的流量非常非常驚人 我選了前十名 彭P覺得第十 就是你覺得心目中的第一名 大概講到哪一個議題 是大家關注焦點非常高的 覺得說可能會最吸引人看的 等一下我來揭曉 你猜猜看 有關論文門啊 最關注最多的啊 對就是在這九個月裡面 觀眾點閱率最高的 也不只關於論文門啊 就是說我們論文門開箱裡面 聊到的話題裡面 對結果觀眾朋友 等一下我可以來揭曉一下 你覺得是哪一件事情 就是彭文正被通緝吧 大家應該蠻開心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個我本來也以為是 彭文正被通緝 結果呢 彭文正被通緝 這件事情居然不到前十名 你就知道 好 大家根本不在乎 不是 大家覺得彭P 還有更多可以關注的事情 因為覺得說啊司法追殺 想到這個政府會對你司法追殺 可能大家早就了然於胸 了然於心 好 我們先來公佈 第九跟第十名 來看一下 第十名的是這一個 我看一下 應該是右邊這一個 關不住的彭P 隔離後現身中天 將保25%關鍵 就是那時候 所謂說有一個神秘的隨身碟 我跟彭P第一次 面對面的碰面 應該是說 對 面對面的碰面 應該是這一次吧 4月16號 沒錯 這個有30萬的點閱率 然後呢 第九名 這個是彭P說 那時候從垃圾桶撿到一個 蔡英文在那個 政大應聘政大副教授的時候 居然他的著作裡面 沒有他的博士論文 這件事情 也吸引了34萬人關注 第八名是什麼 就講到他的那個律師證 重判停權七年 然後指出他的這個 不道德的黑幕 有34萬 然後呢 這個蠻好笑的 就爆出來 你跟蔡英文是鄰居 這件事情很多人很關心喔 有38萬的點閱率 好 這邊已經這個公佈了錢 這邊我來看到 第六名是 彭文正報 國際組織已經搜羅 論文門證據預言 年底前蔡英文難堪下台 這個有39萬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多的觀眾朋友都很希望說 這論文門能夠讓蔡總統 能夠自己知道說之所進退 然後再來這個是最近的三週前的 臺灣英國各級法院 準備出動蓋不住的論文門 彭P預告每週一報 已經有41萬了 接下來彭P要不要再重新猜一次 第一名如果不是你被通緝的話 你覺得是哪一件事情 呃 會不會是LSE否認了 或是LSE沒有擁有蔡英文的 口試資料 這個是蠻高的 蠻前面的 但也不是第一名 還是不是第一名 對 載片啊 這個論文部遮不住了 LSE秘書插屋蔡英文的口尾資料 有49萬 將近50萬 這是第三名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 彭P被通緝不是最高 可是彭P的人身安全是 觀眾朋友跟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非常關心的 有48萬的點閱率 就是你有 就是講到說 被人家不明的電話追蹤啊 那種簡訊傳過來 非常非常多人關心 也有很多人關心 那個817萬票怎麼來的 是不是有司法途徑 可以去查個清楚 所以一個是48 一個是49萬 接下來公佈第二名跟第一名 就是在美國 這個論文門破案 然後就是包括了張亞中 也跟進了 然後包括了這個 跟韓國瑜有在同場演講 是不是會聯手查 大家很關心說 會不會有更多社會的力量進來 這有50萬人次 然後呢彭P爆料說 蔡英文打了輝瑞這件事情 哇非常非常多人關注 就好像現在到了51萬這麼多 彭P覺得這個結果 你會很意外嗎 哦不意外 我剛剛沒有想到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 可能大部分更關心的是 疫苗的事情 對 對 今天可以 我有兩件事情要談 一個是 我原本希望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會有一個重大的突破 那這件事情要跟觀眾朋友 致歉 我覺得有點可惜 當然離現在還有 可能還有半天的時間 搞不好今天晚上5月11點59 上帝又送了給我們一個大禮 這我不知道 因為過去真的就是 很多這種類型的情形 就在特別的時間爆出來 那英國這邊原本我們期待的 一個判決的過程 這個東西有點延宕 可能跟英國人又放假了 然後過年跨年有點關係 不過大家不用灰心 是一定會有結果的 那過了明天2022年的 任何一天的任何疫苗中 都可能會有大事發生 好 那講到這個疫苗 大家關心 你看如果今天 我講蔡英文打的不是高端 是Pfizer 各位不知道 記不記得那時候 陳時中的反應 她說 蛤 她第一個愣了一下 第二個她聽到我講的是輝瑞的時候 她說 啊不可能了 對不對 她有點這個味道在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陳時中也在懷疑 蔡英文有沒有打高端 我覺得她這個反應很誠實的 告訴我 真的叫陳時中 至於是不是輝瑞 她不知道 因為她手上沒有 但是她不要忘了喔 那個Mr.Azza 來見這個蔡同學的時候 她有沒有給蔡同學理 有沒有透過AIT 你想想看AIT連個油漆弓 都已經打了兩劑Pfizer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她會放任她的友邦的援手 完全沒有注射暴露在 當時的疫情很嚴峻嗎 你又想也知道 好 那為什麼蔡英文不告呢 她連論文她都告了 那個她保存了這麼完整的證據 她花了這麼多國安的人 去挪動的證據她都告了 為什麼這麼簡單事她不告 可見什麼 她沒有把握贏嘛 因為她不知道我手上 掌握了什麼內線 現在講到疫苗 我不知道許甫現在台灣的狀況 好像沒有人在談疫苗了對不對 對 好像包括了每天境外的確診數 或是什麼打什麼疫苗 似乎感覺討論的熱度不高耶 就是大家好像沒有那麼那麼的關切 那高端不見了啊 高端 高端大家早就已經 早就已經拋到腦後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送到國外去了 那她今天打的那些人是怎樣 打好玩的啊 打的那些人他們就說 叫你趕快去補打什麼莫德納啦 補打BNT啊等等 就是說我們這邊還有多的莫德納 所以這些高端的朋友們 如果需要出國的 需要幹嘛的 趕快可以讓你去補打 現在大概是這個狀況吧 所以她以為高端是礦泉水 就是多喝兩瓶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台灣那個鬧劇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回想起來你看這九個月來 當然論文門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疫情 大家就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喔 當時那邊真的面紅耳赤 回過頭來時間會給答案 就像剛才彭P在講的說 雖然說到年底 現在還有半天 不知道會不會有 什麼樣的驚爆的結果 不過我要套句 這個我的同事 饒Z他常常會講一句話 就是他是一個社會頻道的 這個主持人 他說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不會缺席 就是說他可能 可能在今天這一天遲到了 那可能之後他不會缺席啊 他總是有一天會來的 這邊我整理了一下 論文門我自己憑印象啦 我覺得這幾個月 跟彭P這樣追 然後我覺得有十大的highlight 就像我們 我喜歡看籃球賽 就是他有那個高光嘛 highlight時刻 我覺得有幾件大事 然後我把它選出來 但是我看彭P 這上面的排名不是我的排名啦 我現在看彭P覺得哪一件事情 是你覺得最重要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 第一次有現任的總統告人嘛 然後彭P被起訴 這個事情 那就發生在大概4月1號那一天 然後再來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 告法官張詠惠 然後彭P使出了尿頓之計 然後去告了他 這個也是引起當時的轟動 而且因為很多媒體在守 大家就會看到 哇這真的是一個妙招 再來這個引起非常非常轟動的就是 政大原來蔡英文自己手寫 親手寫的論文題目被抓包 跟他後來的論文題目不一樣 還有一個是ICO認證說 LEC並沒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資料 這就是前陣子發生的事情 再來是彭P遭到發布通緝令 然後呢再來還有論文門 9月開的一個國際的記者會 還有論文門張貼在國際的各大媒體 有那個半版的廣告也是引起很多的轟動 還有一個論文門這個不存在 蔡英文不存在確認官司 二審勝訴發回更審 這好像是今年1月發生的事情 還有一個前兩 上禮拜的素還真凱道大會師 再來小英穿越時空的口試 陸出郡管理局那個閘門露線了嘛 就是怎麼可能他一天之內 從台灣出境然後去參加口試 這十件事情 我這邊又想請教彭P你覺得 哪一件應該是屬於 你覺得是十大highline裡面的第一名 其實第一名有點難選 還是前三名 很多東西都是同樣的 比方說論文題目被抓包 出現兩個不一樣的ICO認證 LSE根本沒有擁有蔡英文的口試資料 包括了倫敦大學說 那個論文遺失這件事情 恐怕是有問題的 這也沒列進來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非常清楚的證據 那間接證據被抓包的 就包括了入出境資料 透露了一個真實的現象 就是蔡同學根本那個時候 就不可能到達英國倫敦去口試 那也因為這個入出境資料的曝光 逼著蔡英文的律師 在訴狀中竟然偷偷的 改了她的口試日期 把口試日期延後一天 這種種可笑的東西 基本上早就已經說明了 這個犯罪集團不但很壞 而且又很笨 就是他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竟然前後矛盾 那今天我接到了一個 我就不講了啊 反正非常熟知內幕的 因為我在台灣 我在台大教了20年的書 我逃禮滿天下之外 我的同事很多人 都當各種各樣的官 那再加上我過去20年 做人也沒有真的很差 所以我還是有一些朋友 那這些朋友 現在雖然位居高位 但是總還是有朋友之情 所以也不太忍心呢 看到中良被殘害 所以偶爾三不五十 會告訴我一些內幕 你知道現在全台灣 可以處理蔡英文論文的人 不到五個 蛤 什麼意思 你猜是哪五個 全台灣可以處理 處理是什麼意思 這個處理 處理就是可以跟蔡英文 我們固定開會討論論文門 工房 不到五個 不到五個 張敦涵算嗎 總統發言人這兩位 張敦涵算 但我沒有把這種小咖算在內 就是在負責操盤的人 好我先這樣講 民進黨黨內 民進黨黨內 府院黨 包括蘇貞昌 包括立法委員 這些高人在內 在過去兩年間 蔡英文從來沒有跟他們提到 論文門三個字 就是說 蔡英文在這些文武百官面前 當作論文門不存在 這些文武百官也沒有一個人敢 主動去跟蔡英文問說 哎那這個總統那個論文 現在那個彭文正說什麼什麼 我們要怎麼處理 沒有一個人 所以大家都當作這件事情不存在 就當作國王有在穿新衣就對了 就是覺得國王是有穿衣服的 他們連表達國王有穿衣服都沒講 就當作沒有國王不在野 沒有人關心國王穿什麼衣服 就完全當作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連講都不敢講 連問都不敢問 連問一下說立法院要怎麼配合 黨團要怎麼配合都沒有 真正的操盤的人 我就稍微點幾個人的名字 在司法跟情資部分是顧立雄 國安會秘書長 在這個司法輿論之間 穿真引線的是洪耀福 還有劉劍欣 劉劍欣還負責一個任務 就是去教育部考試院 處理蔡英文的人事資料 當然講的劉劍欣就包括了王時期 那他太太因為對媒體的部分 好 我剛剛講過 除了這幾個人之外 第二線就是像連元龍啦 張敦涵啦 這些參與訴訟的人 所以他們透過顧立雄 去掌握了司法面 包括了在台灣的司法判決 的相關事務 那在國外的部分呢 他透過調查局 那甚至架空了台灣 在英國的辦事處 因為調查局有人直接在英國 處理蔡英文的所有 有關於論文的事件 我在節目中也曾經透露過 這個官職不高 但是呢 頗為受為重用 這個人叫Christy Chen 陳小姐 聽說你最近 要調回台灣 那剛剛好 我們在論文的法庭上 也會傳你當證人 因為我們發現在英國端的 很多的作弊的事情當中呢 都有看到你的身影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論文門的 相關參與的人 我們會把它一個個找出來 當然你們不一定有辜 你們不一定是被告 你們很可能只是目擊者 或者只是一個曾經聽聞 長官做了什麼事情的人 不過到了法庭上 證人有誠實作證的義務 到時候讓我們大家都來說真話 真相就會大白 哇 剛剛彭P一口氣 大概點了好幾個人名 那聽起來感覺好像是 一個國安危機處理的事件 在做自己論文被揭露這件事情 就是說包括國外 你安插了調查局的人 這個Christy Chen 然後國內你看 顧立雄也是他把他 調到國安會秘書長 劉建興也是他安排去考試院的 那包括了王思琦等人 哇 這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儘管嘴巴上 不跟所謂的文武百官 跟所謂行政院長 去談這件事情 但私底下 用了身邊最親近的人 希望組一個 所謂的防火牆 就避免說 這件事情一直被揭露 這個是彭P這個 這個在朝中比較好的朋友 私底下這樣子透露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 他們這個叫什麼 防守網嗎 然後他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有一個情報這麼說 他說蔡英文因為論文的事情 他的身心狀況極度的不好 大家觀察一下我不確定 因為我現在沒有在看 台灣的新聞 我沒有那麼方便 他們說到的是說 他說 蔡英文現在 除了論文這件事情 他是親自作證之外 其他的事情他幾乎都放掉 他幾乎都沒有在管 所以我就問了這個高層說 蔡英文為什麼在處理論文文 這件事情上這麼笨 笨到證據前後矛盾 然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他笑笑的跟我說 因為這件事情是他自己處理的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他的論文門的因應 是不讓外人碰的 他說是單線的 他自己會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也只能找幾個人 來幫他弄 然後或是自己下去處理 不是 不是 而是文武百官 從來沒有人跟他談論過 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要怎麼說 因為他要跟別人講 那前提就是 他要別人去幫他 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來掩飾他的論文門的犯罪 對不對 那他敢去找蘇貞昌講嗎 他敢說蘇貞昌你幫忙我嗎 不是完蛋了嗎 找賴清德 千塊啊你給我倒三天吧 那不是當場死了嗎 找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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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會去找 尤錫昌嗎 還是要找柯建明 這哪一個他信得過 所以這一些周邊的文武百官 他沒有一個去找過他們 幫他處理論文門 他處理論文門 單線就那幾個人 曾經知情的 陳其邁 蕭美琴 張曉月 洪耀福 顧力雄 劉建興 那在英國端還有施呼嚨 就這些人 而且你知道這種 自己做犯罪的事情 最怕太多人知道 因為口風不緊 對啊對啊 他會出事 所以他很苦 就這些人 那這些人呢都聽命於他 可是偏偏做出來的事情呢 就一直出包 所以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又不能說去找其他人來幫忙 他根本無法啟齒 因為這個故事不知道從何說起 所以他只能沿用 這一個不超過十個人的班底 再加張敦涵 再加連元龍 不超過十個人的班底 那每次出來就一次 每出一次停就出一次包 所以他這非常的苦 所以我聽說他現在 在重度的服用一些藥物 在維持他的身心靈的狀況 爆料的人又告訴我說 他說不信你去看一看 蔡英文在最近論文發展到現在 你去看她最近三個月半年 她在公開場合露面 不會超過二十分鐘 哎我聽聽覺得 我是不知道 因為台灣的新聞 我沒有看得很明白 沒有看得很細 就是說她跟那個Cinderella一樣 超過二十分鐘以後 那鞋子會變南瓜 她的可能有些精神狀況 或有些東西就會顯露出她的 疲態或者會出狀況 所以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其實覺得 我其實覺得心裡面有點難過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早一點面對 那這個事情其實 事實上是可以被 是可以處理的對不對 如果將來有人要特色蔡英文 我不會有意見 那但是因為你用一個謊 一個謊一直去圓 圓你自己的謊 所以你圓到最後 你會沒有台階下 然後你再想想看 我們設真處地下 你每天都被人家拿 那個探照燈在照明 你身上已經完全沒有隱私 因為每件事情都被揭露了 每一個作弊的痕跡都被攤在陽光下 然後每天被淋遲 你怎麼會不痛苦呢 我們也不想這樣做啊 我們也很想 上聖經上所說的 憂傷痛悔的心 上臂必不清看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不可原諒的 哥林多後書說 若有人在耶穌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 也許蔡同學你不是基督徒沒有關係 你不一定要在耶穌基督裡 但是如果你走在你的良心裡 面對你的良心的檢驗 你可以重新來過做個新造的人啊 我覺得很可惜 他一直在折磨他自己 那我聽到他的處境 我覺得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我是他 我肯定會魂不守舍 我每天都被人家揭露出 我作弊的每一件事情 一天一報 一天一細節 然後證據越來越多 哪一天突然紐約時報 哪一天這個Guardian 哪一天這個大報出來 你說我會不恐懼嗎 所以我說何苦這樣折磨自己 我在2021年的歲末 最後一天我再一次誠懇地 呼籲蔡英文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雖然你這個過錯離譜了一點 可是如果你願意站出來 就像聖經上說的 憂傷痛悔的心 上帝必不親看 大衛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 他犯了監獄還殺了這個 這個他的 他奪人妻子還殺人丈夫 他幹了多麼不堪的事情 最後上帝還是重用他 因為上帝看到他有一顆 憂傷痛悔的心 他逢人便懺悔 所以蔡英文你不是沒有機會 今天我以個人的身份 以被告的身份 以個教會長老的身份都可以 我奉勸你誠實地面對你自己 救救你自己 剛剛彭P這個語重心長的最後 在歲末的最後一天 跟蔡英文的喊話 而且剛才聽到我 哇我覺得 這位在民進黨內 可能位居高職的人 一來他把這個所謂的 論文門的集團的人 大概組織架構 負責什麼事情 都講得清清楚楚 再來另外一個 其實我也覺得 蠻驚訝的說現在 蔡總統如果照那一位 這位高官所言 就是他在重度的 服用這些藥物 然後身心靈狀況可能在 二十分鐘左右 就會有出現一些狀況 可能需要進一步的休息 或是服藥的狀況 這個的確 以是總統來講的話 這也是一個蠻嚴重的 國安的問題喔 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話題 但是這個聽起來是蠻 讓人家覺得 哇有點非常非常的驚訝的 不過剛剛在講到這些事情 那我也在回想剛剛我們講的論文門 呃我們已經有追了九個月嘛 所以現在跟觀眾朋友 來互動一下就是說 這兩個兩頁十大的highlight 請導播先給我一下齁 就你們可以先截圖 做一下來這個 這個第五個是 我看一下齁 第五個是通緝 彭P遭到通緝 這裡大家截圖一下想一下 說哪個是你心目中的十大highlight 這兩個地方截圖截好了之後 然後呢請你在這個論文門開箱 我們直播結束之後的留言區 裡面選出你心目中 認為今年論文門開箱 論文門十度十大的highlight 是哪一個 然後寫出理由 我們會選出三個人 然後送出這一個 2022年的中天新聞主播作例 我特別自飛一下用我這一頁 這八月的這一份 這總共有22位主播 所以說請大家喔 可以把他留言說 論文門年度十大highlight 你覺得最代表 今年論文門的事件是什麼 把他寫在我們的 等一下結束之後 寫到我們的留言區 好接下來最後一題 我想要問一下彭P 這個當然我有看到 政經關不了你有提過 呃我也最近正好沒有碰到 游英龍老師 但是呢這份民調裡面寫到說 百分之28的民眾 不信蔡總統有博士學位 那當然我有聽到彭P的解釋 可是我這邊也要問一下彭P 對其實你對這個民調 也相當熟悉 因為我覺得他這次的問卷的問題 讓我覺得蠻 我有點疑惑啦 就是說他的題目是什麼呢 他是說針對蔡英文總統論文門 一般來說你相不相信他有論文嘛 但是呢他是說你非常相信 蔡總統沒有博士論文 有點是我要怎麼講 就是說有點雙重否定的感覺 不是說你相不相信蔡總統 有博士學位 這就比較是直觀的嘛 他是說你相不相信 蔡總統沒有博士學位 這件事情會不會讓人家 在做問卷的時候 因為我昨天聽到很多觀眾說 怎麼會只有28個人 相信蔡英文沒有論文 應該是有更多人 會不會有人在答題的時候答錯 還是說這個是本來他的 民調在方法上面 他必須要有的一些表述 我應該這樣講 確實我們一般來做民調的時候 比較不會用反面具 因為反面具的時候 你會讓當事人 會一下子反應不過來 我不相信他沒有博士學位 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所以通常我們比較不會這樣用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讓這一個 問卷更精簡的話 我可能第一個問題我會先問他 當然因為我沒有看到問卷的全部啦 我相信尤教授的學養 在我之上啦 他 我如果覺得這個是一個瑕疵 他一定比我更清楚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這麼問 我單刀直我會第一件事情問他 你是否知道蔡英文博士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學位 引發爭議 我可能會先問他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哦 我們其實是小眾媒體耶 許甫我們不要 我們沾沾自喜 多少人訂閱啊 多少點閱 其實我們是小眾媒體啊 真的你看有多少人不上網 多少人不用手機 這些人就不可能知道 我們在講什麼 對不對 而且我們追的這麼深 還有一小時 對很多人來講 是不太可能接觸到這個話題的 所以第一個問題應該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 蔡英文總統的學位爭議 第二個問題才是 你相不相信蔡英文是博士 那我覺得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相信不相信 對不對 至於你不相信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論文呢 還是因為他政大的履歷表有問題呢 還是ICO說什麼呢 我覺得那是每一個人理解的 涉入程度不同 不管怎樣 總結都是不相信他是博士 所以如果用這樣來做的話 可能比例會更接近一點吧 然後如果我是的話 我會把那個沒有聽說過的人排除 然後用這種聽說過的人裡面 去看他的百分比 因為沒有聽說過的人 基本上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相信不相信沒有意義了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子做的話會更清楚知道說 了解這件事情的人 有多少相信 有多少不相信 好 那他這個問卷是說18歲以上 那台灣18歲以上的民眾有2000萬 28%不相信這個學歷是真的 就是站在我們論文門調查的角度 那是560萬人耶 那是相當的多耶 你看看喔 台灣的平面媒體幾乎不報導 聯合報 中國時報偶爾報導 電子媒體收視率最高的三立民視 完全不當一回事 從來不說 連這件事情到底是完全沒有提 甚或說在政論節目中做一些反宣傳 說我們在胡鬧的啦 大有人在 那好不容易 中天正要開始談這個話題 就被關了 所以一般的正常的老百姓 是沒有機會接觸到論文門的 他根本沒有管道得知 那我們還有560萬人不相信 560萬人不相信的這些人 一定是知道論文門的細節的人 才會不相信 不然我們怎麼會憑空無辜的 莫名其妙去懷疑一個人的學會 是假的 尤其是總統 所以許甫還有很多同學們的努力 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力喔 你看我們兩個節目加起來 能夠reach的民眾 我覺得碰空一點50萬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50萬之餘2000 那是2.5%欸 從2.5%會變成28% 對啊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口耳相傳的穿透力有多強 所以謝謝許甫 大家加油 要按讚小鈴鐺 還不要忘記抖內 謝謝 謝謝彭P 這個真的是高招 但是喔 尤其榮這份民調 最後我還在講一點 即便他是 他做出來這樣的結果 但光是這樣子 哇 這已經是 得罪了當今聖上還想逃 結果我就看到 民進黨熟悉民調的幕僚不具名 他認為喔 這個訪問中 對公投意見的同時 唐突的加入這個無關的議題 會對調查造成干擾 他就說這設計上 不像是專業者會做的事情 我一聽嚇了一跳 原來民進黨內 原本過去把這個 尤其榮奉為是民調大師 那因為他現在講了 論文門這件事情 就會有一個不具名 然後熟悉民調的幕僚說 這個就不是專業的人 然後最後在底下說 這樣的手法很不光明磊落 這個行為是他質疑說 是不是尤其榮 因為公投投票前 他預測失準 現在惱羞成怒在報復 哇 這個突然 尤其榮變成一個門外汗 而且是一個惱羞成怒的門外汗 那這個跟彭P有87分相 你突然就變成是一個 為了生計的什麼街頭藝人嗎 是這樣子 俠怨報復 俠怨報復 對啊 不過你從這裡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害怕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議題在擴散 他們想盡辦法封鎖 讓我們這個議題變成小眾 然後再把我通緝 他通緝本來是想說 我就不用 要我在台灣的時候 每次一直出庭 一出庭就是SNG全來了 然後就立刻變成大新聞 那他讓我不能出庭 這個新聞能不能 就能夠從此以後 就能夠壓下去 他要讓我不出庭 唯一的方法就是 趁我出國的時候要我出庭 然後趁我還沒有回過神來 回台灣還要防疫還要檢疫 還不見得弄得到旅館 就立刻讓我這個 就通緝我 願意通緝我這案子暫停審判 不過他沒想到 把我弄通緝犯以後 我反而聲明大噪 對不對 反而在國外很多媒體 以前不認識我 現在慢慢會跟我聯絡 那哪一天我突然 越區這個CNN突然訪問 Dr. Dennis Penn about the thesis gate 那蔡同學你不要摔倒在地上 那或者哪一天我在國會聽證 蔡同學你也不要摔倒在地上 所以你我原本就是個街頭藝人 你要把我弄得這麼大胃 我也實在沒辦法 我只好配合演出 2022年我也更大胃 這個 尤英老師說的 多胃 更大胃 對 對 多胃 你看我從台北這胃 到美國白宮草坪這胃 你看我的學長總是 他一早知道說多胃 會比較大胃 好啦這個2021年最後一天 這也先預祝彭P新年快樂 也預祝這個論文門開箱 所有的好朋友 2022年大家都可以 心想事成身體平安 那論文門開箱 我們一樣下週見 謝謝彭P 彭P晚安 謝謝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好 記得要訂閱 論文門開箱喔 掰掰